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又和历史有关 簡單来说 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发生 很多时候会有它的历史因素 今次的事件 就算没有因素也有对照的价值 就讲现实如何扣连到历史中 今天我们要邀请主角 这个主角是谁呢 这个主角是美国驻华大使 咦 为什么有关系呢 美国驻华大使就是布兰斯达德 他本来就是艾奥瓦州的州长 但是他在2012年的时间 曾经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过一面 曾经说是挺友善的 但回看刚刚星期的消息 他就宣布离任 这位人兄据传 因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亲友 是习近平的老朋友 甚至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传说中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算你说中美的关系相当差 就是中国人家也好 他再有朋友也要被撤援 离任 不是被撤援 他不是被撤援 不要乱说 叫离任 他自己说自己离任 并且他自信自己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工作 是的 所以就会令人联想到 这个史节的离开 其实会不会对中美的关系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们上一集 其实还在说中美关系 没错 所以这个布兰斯达德 其实他在之前试过 有一宗风波很有趣 就是他去写一篇文章 投稿去到人民日报那边 但是就被人民日报一个弹稿 哦 竟然 發生什么事呢 那篇被弹稿的文章 据说就是因为在批评 中国的对美国的关系 那些处理做得不太好 所以人民日报就说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有为事实 那篇文章就叫做基于对等重治关系 因为人民日报拒绝刊登的关系 就是导致到美国国国务卿蓬佩奥 是重新写一篇英文的声明 这篇英文的声明叫做 中国虚偽的宣传系统 就是说这件事令人民日报的态度再次暴露了 中共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恐惧 以及它的虚偽 其实也引发了一个外交的风波 但是他这里说基于对等重治关系 首先为何要强调这个原则是所谓对等呢 一向美国走来跟你说对等 这件事本身就不对等 这件事本来就相当虚偽 他走来跟你说我们比较平等 美国走来跟你任何国家 跟大家说 喂 大家这么高这么大 你一听就知道有问题 没什么的 很简单 你有看多拉莓 或者叮当 有多拉莓 你试试基安这么大的人 我叫本府 这么大的人走来你面前 走来大号面前 我们这么高这么大 一定是有些东西 有多高这么大 没错 其实那篇文章里面的论点大概都是这样的 稍微读一读内容 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中文播放的节目 广东话播放节目 广东话播放节目 当然是讲中文 我们长期以来 应该是写中文 译成中文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中文 他本来不是写英文 没错 但我们现在都是讲中文的版本 我们译成广东话 我们长期以来 常常都说 我们要有一个建设性 重视结果的对话关系 这个观点一直没有改变 有建设性的关系 就意味着我们不单 只要对我们共同的利益 就要诚实和坦实 坦白一点 也要对我们产生分歧的问题 要开诚曝光 现在就说你不坦白了 是吧 话说有骨 是的 我们需要的不单 是要不停重申我们各自的利益 还有真正真正令到我们的人民 受益的切实成果 意思是 就是美国人民不能够从中美国内受益 没错 然后他下面有一段说话 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取得的进展 就少之又少 这应该是和贸易的矛盾有关 但是这里我们又划山一些字句 我们直接跳过 右下山一万字 他说 同时呢 就是我们的关系 就对美国人民 还要结果少之又少之又 这段关系越来越不平衡 那这里重点针对 依然都是国经贸关系 而中国政府 在从我们开放获益的同时 利用了我们的开放 利用我们的开放 不一致的方式 是 就是说你现在不跟规矩 是 是 好了 接着呢 Donald Trump 特朗普总统上任的时候 是要令到我们的关系 更加平衡 和对等 那现在问题就是你不对等 不平衡 不对等 是啊 那我们两个呢 有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国家 美国继续由自己的错误之中 吸取教训 我们都希望中国会是这样 是 就是 中国没有吸取 没有吸取教训 是啊 是啊 是吧 那好了 就是说了大半天 那为什么他们要搬这一段 的说明出来呢 那是因为很有意思的 美国走来跟你说 要对等 要平衡 那就是不对等 平衡 那当然了 很多时候 你美国作为这个国际的霸权 世界的霸权 他走来跟你说不对等 不平衡 那他都应该会有一些原则 拿出来跟你说 那这个原则当然是什么呢 当然是基于 就是你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是的 有个基础 是吧 你根据他当时定立的一些贸易协议的原则 包括你的市场是否开放 又或者是你对于侵权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呢 是的 很明显 根据他这里的定义 中国当然是没有做得到 是的 所以先走来跟你说 不对等 加不平衡 然后里面那边 还要批评你中国是不坦白 是的 不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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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明了什么的大问题呢 那就是 你如果在接下来的贸易协议里面 你不肯去做一步去开放市场的话 那这一场贸易战当然是不会这么快结束 没错 你也不用旨意有这么快结束 是的 没错 所以说到最后 终归也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都是和经贸关系有关 一定的 而我们再追溯历史 就是中国其实在200多年前 当时还是正值这个乾隆盛世 就是我们后面这位主人翁 没错 今集终于要讲他了 终于讲到关他事的东西 我喜欢讲关他事的 我们身后这位是谁来的 乾隆盛世 刚才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是looking for一个有建设性 和着重成果的关系 是 为什么要讲乾隆盛世呢 正是当年有个国家来到我们中国 他就是looking for一个有建设性 和着重成果的关系 是 而且还要跟你说对等和平衡 是的 他就特别走过来你面前 跟你说对等和平衡 说到一个什么地步 他连礼仪也要跟你说对等和平衡 究竟是哪个国家呢 很简单 英国 就是大英帝国 就是大英帝国 但当然了 你说不是 你口口声声就说要对等和平衡 那你美国人以前去日本开关的时候 是 要日本开关的时候 你陪你口口声的时候 是的 那你是不是整个 就是你陪你 你不是只陪的 陪你一方面跟你说要对等和平衡 但是一方面他就是带着黑船 对等和平衡 所以为什么日本的动画里面 通常都有个既安本本的角色呢 我觉得就是来源于这段历史 哦 即是有黑又实 有黑又实 大大分 然后跟你说对等和平衡 喂 大家这么高这么大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大红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要不然我又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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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锤衣门都走不掉了 你 真的出事了 好 讲到大英帝国和中国的那个关系里面 就是刚刚去所谓正式的交往 那乾隆爷当年面对着的那位英国特使呢 就是马加尔尼了 马加尔尼了 或者其实有很多叫法 有很多叫法 暂时都是叫法 跟宋名一样有很多叫法 是的 就是你说糖醋排骨 排骨糖醋 什么都好 那些 马加尔尼 或者有些人会看了那个译名叫马金尼 但是都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他呢 因为其实 我觉得那个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较 就是其实想当日大清在这个乾隆寺下 叫做欣欣向荣的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 没错 那他当时是面对着的就是西方的这个强权 就是大英帝国 那大家可能在那个经贸关系上面 国际关系上面 是要有个调节的 那去到今时今日 就是当然你说 喂 中国 今天的中共 和当年的大清对外的形势 当然又不一样 是 当然不一样 玩法都不同 是的 玩法都不同 但是呢 有一种感觉就是 两者都很以我为主 是 那本来中共 他说是 中共本来都不会跟你说以我为主 没错 我们承接回上一集我们讲的内容 例如你由改革开放的年代开始 讲一下邓小平 那是讲韜光养晦的 是的 是不是 一直都是讲韜光养晦 但是呢 就发展到今时今日是怎样呢 就是说 当经过了这个所谓中美 有一个所谓黄金十年之后 嗯 那中共的国力一直向上升 金融海啸之后的 美国的国力就好像是向下跌 所以不再韜光养晦了 是 于是呢 就有一种就是所谓以我为主的一种想法 就是 甚至乎 像你上一集所说的 就是有一个所谓制度的自信 是啊 没错 就是他然后就跟你说全球治理 现在你美国是大了的 是吧 但是中共也要参加这个所谓的全球治理 这件事应该是多元的 那你试想一下 中国的身位 真的跟美国说 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 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你一听就知道有问题 一听就知道 就是说 我都要玩一份 多鱼的 是吧 多元 多元 他现在就告诉你 既然你美国都在跌 不如你承认你美国在跌这个现实 你让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 就是这样 那就是江湖从此多事 是啊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背后的前台词 但是你想当初回到200年前的时候 晚清他怎么去 那时候也不叫晚清 清朝中业 绝对不是晚清 因为我们说到英国人接触中国 其实是两次的 最主要的 第一次是嘉庆年间 有一个叫亚美士德的史战 然后才是 抱歉 亚美士德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马加伊尼 第一次是马加伊尼 这两次的事件中 清朝是如何处理和英国的到来 如何重新调整关系 对自己国力的估算是如何 下一集告诉你 oni那些 下一集告诉你 下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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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繼續跟大家分享,謝謝 好